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剧中观看我的食品 这种菜,超市里面卖两毛钱一斤的 又便宜又好吃 主要它是酱糖的好食材 糖尿病人吃,不会生糖 而且还可以酱糖 作用是比较广泛的 清淡爽口不油腻 我们先来准备木耳菜 这个菜朋友们都吃过吧 清脆爽口又好吃又营养大 木耳菜含有很多的纤维素是粗纤维的 还有维生素C,胡萝卜素 木耳菜含有的挥发油,核酸化合物 以及钙、鎂、鲜等矿物质 具有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还可以降低脂糖 还能够降低血糖 降低高血压 木耳菜含有非常丰富的粗纤维 能够缓解葡萄糖的吸收 避免血糖上升的过快 并且能够降以胰岛素的分泌打 也可以降低胆固醇的含量 催性肠道的蠕动 对抑制肠道有害菌 都有很好的作用的 以上制造胰岛素 稳定糖有的血糖 而且木耳菜含有水分比较高的 热量又低 可以散热解毒 温补肝脏 温中行气 营养优惠的丰富 木耳菜是一种非常好的清淡蔬菜 也被誉为素中之荤 它的营养很丰富的 像木耳是一样的 又有营养 扣半也很好 我们摘一摘 只要木耳菜的叶子 根茎不要辣 如果是被虫子眼咬过的 发黄了都不要 我们只食用干净的地方就可以 我们再把木耳菜 抓拌抓拌 淘洗干净 换两遍清水 也用流氛的清水 再洗两遍 西红柿是能够降糖的 饮食中 富含番茄红素 可以帮助人们降低体内的脂肪含量 减少腰围 从而起到了预防糖尿病的作用 西红柿是蔬菜中比较健康的 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每100克西红柿中 有30毫克的维生素C 维生素C可以增强体力 防治坏血病 抗病毒 抗感染 还有研究指出了 番茄红素有助于预防二次糖尿病 等肥胖有关的疾病的 西红柿是蔬菜当中含糖量最低的食物 吃了之后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的 糖尿病朋友们可以把西红柿捞到水果吃 这样既可以满足口感 也能够降低血糖 不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西红柿含有的维生素C的含量比较丰富 还有维生素A 其他的营养成分 有益于健康 可以提高免疫力 适当的吃西红柿 可以很好的滋养身体 我们应该适当的吃一些西红柿当的水果 或者黄瓜 都很好的 一定不要吃含糖尿糕的食物 这样的锻炼和休息还是不错的 再把西红柿洗干净 西红柿不要去掉外皮 外皮含有果胶的 营养丰富 我们只需要洗干净就可以 来回的搓一搓 洗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勺试盐洗 这样能够减得点杀菌消毒 去除残有的农药 西红柿也改刀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小丁 豆腐属于豆制性 含干量比较高大 吃豆腐可以补充概剂 豆腐中多态含有大豆翼黄酮 对降低血糖有很好的帮助 并且能够增加饱腹感 控制饮食大 豆腐容易消化 比较适合高血糖 或者是消化系统问题的患者吃豆腐 可以很好的助消化 不含糖类 豆腐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钙 银 铭等矿物质 对糖尿病人有很好的帮助 但是吃的时候需要注意 豆腐一定不能油炸 油炸过后 热量比较高的 不适合高糖人群食用 豆腐也叫水豆腐 是豆制品 由黑豆 黄豆 花生 带来任何量高的食物做成它 是我国传统的美食 豆腐胃肝 心寒 可以清热解毒 吃豆腐还能够很好的滋养身体 美容猪眼 补血 可以增加水液中铁元素的含量 豆腐还含有大量的植物雄激素的立黄桶 可以蛋白美白大 营养很丰富 我们把豆腐冲洗干净 再浸泡10分钟用温水 这样能够去除豆腥味 豆腐吃起来不那么香 还好吃的 我们把豆腐改刀 这种小块 再准备山药片 这是晒干之后的山药 也可以用湿的山药 山药含有多巴胺 就有明显的浆糖作用的 能够抵抗肾上腺素 和葡萄糖引起的血糖升高 山药含有很多的营养价值 药用价值 山药是药食童原的食材 营养丰富 可以调养脾胃 补充体力的精液 临床上又有多种疾病 山药对人体有益的胃脑元素 作用是比较强大的 可以养血 猪盐 补脑 益肾 抗衰老 还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 促进肝脑素的生成 对盐环衰老很有帮助的 但是脾育受热的人 不要吃山药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吃山药的 山药是一种低糖的食物 糖尿病人吃山药 不但不会升高血糖 还能够很好的控制血糖 非常的不错的 很多朋友们认为 鸡蛋的钙含量比较多 脂肪含量比较多 不适合糖尿病人使用 其实不是的 小量吃的鸡蛋 可以有助于姜血糖 补充患者需要的蛋白质 鸡蛋中所含有的蛋白质 以及矿物质 维生素 比较丰富 在姜血糖期间 可以吃一些鸡蛋 可以看到的补充体力大 营养丰富 并且能够辅助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 由于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 评论比较高 最好不要吃太多 避免营血液中的血脂升高达 我们把准备好的豆腐 西红柿山药 倒入水开的锅里面 再把鸡蛋夹进来 煮成一个荷包蛋 营养更好的保留 焖煮好了 再把菜加进来 慢慢的搅拌搅拌 搅拌两分钟 把菜煮熟 菜要煮熟之后 加入少许的盐条味就可以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快乐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千万爽口有好喝的 豆腐鸡蛋汤煮好了 家药食材是比较丰富的 里面的食材都是酱糖的好食材 糖友们不敢吃饭的 不敢喝粥的 可以试着蔬菜粥 真的是很不错的 营养又丰富 而且可以看好的控制血糖 食血糖不升高的 清淡爽口又不油腻 没有放入油 又加入少许的盐调味 很不错的 鸡蛋一小克 也是可以食用的 这样做好的汤 真的是特别的棒 比较适合三高的人群使用 营养健康又丰富 口感也很好 可以补充生育的一些能量 补充机能 补充盖质 营养又全面 做法也很简单的 好了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事情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真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 真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